禁军中的精兵汉将都已经到了 好 要等到后花园埋伏 到时候听我至悲为耗 明白了 回来 相爷 清风里岳家老宅那边安排人了没有 回禀相爷 小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的都安排的是一等一的高手 这叫双管齐下 这边制住多管闲事的疯癫和尚 那边也已经把岳家老宅拿下 小的明白了 我这已经布置妥当 单等到封和尚前来落网 上 我这已经布置妥当 我这下座 道濟师父 咱们相爷有请 和尚 相爷有请 请您现在就去相爷府 和尚 听到了没有 嚷什么嚷什么呀 你会说话吗 什么和尚不和尚的 没看见啊 道濟师父正在打坐 去去去 这有你们什么事啊 来人哪 快替本老爷把他们俩轰走 听到了没有 朱大人 你终于说话了 不可抢人所难 那我的话你听到了 相爷可 麻烦你回去告诉相爷 就说平僧是一山野之人 不喜欢应酬全门 多谢 相爷是想请你吃顿饭 坐下来聊聊而已 平僧我连蒲团都坐不住 更别说坐而论道了 不去 相爷府有好酒 好酒也不去 有黄酒 就是不去 还是去吧 打死也不去 怎么着你也得去一趟 不去 我的小祖宗啊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啊 丞相爷既然命令我前来请你 我怎么能不来请你呢 你要是不去 我怎么跟相爷交代呀 哈哈 我知道你从来不把相爷放在眼里 你既然不把相爷放在眼里 为什么就不敢去见他呢 哎 不是不敢见他 而是不想见他 哎呀 我的小祖宗啊 嘿 我遵你一生菩萨行吗 相爷请你去赴宴 你这点面子都不给 结果不仅你个人得罪了相爷 就连我朱大贤也落了个 败事不利的罪名 我我既然败事不利呢 那我这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 道吉大师父啊 哎出家人以慈悲为怀 你就慈悲慈悲我吧 哎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不去 不去 好你个疯癫和尚 哦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想不去就不去呀 来人哪 老爷这手里有的是绳子 瞒不成就不能一根绳子 把你绑了去 哎 来人哪 嗯 哎 你你你你哪不成反了你了 呦老爷 我只听说过请客的 还从来没听说过榜客的 说的对 嗯 人家黄捕头比你朱大人名是礼 嗯 老爷老爷 你别生气啊 嗯 请客他不是这种情法呀 人家不愿意去 咱又何苦呢 我看这样吧 兄弟们咱们撤吧 回去咱跟秦相爷说 人家不稀罕他的宴席 怎么样 放肆 如果你们今天请不动他 你们今天就谁也不能回府 上啊 上啊 你们都上啊 上啊 上啊 你给我上啊 去你 上 你 上啊你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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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上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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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想让本老爷亲自动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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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么了 快快快快 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把牌子带下来了 你干什么呀 停 你活着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我的小祖宗 刚才走的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又停下来了 贫僧不走 是因为这位施主在 这位施主在 贫僧就不走了 那为什么 黄施主的身份是捕头 捕头的职责是鸡匪拿盗 我要是跟一个捕头走一起 那贫僧不成盗贼了吗 这话倒是有点道理啊 那你还不赶紧快快离开 不 捕道之人应该出现在盗贼活动的地方 现在清风里人声喧闹似有乱世 黄施主难道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吗 应该应该 那就赶紧离开 去清风里 呃 如果有盗贼啊 替本老爷统统拿下 好 明 受 跟我走 是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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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两位女施主 你们不是一直说要行瞎仗义吗 黄施主有难 还不前往 走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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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哎 两位女施主 你们不是一直说要行瞎仗义吗 黄施主有难 还不前往 我哥有难 当然了 钱施主 黄施主有难 难道你要袖手旁观吗 他有危险 难道你就没有危险吗 平僧自己的危险自己可以解决 你还是快去帮他吧 我不去 道记大师傅的话 你怎么敢不听呢 我们的事用不着你管 记得 哎呀 本官大老爷记得 曾经有人 到临安府衙门击骨 打击 还让本老爷出面做主 你 一告姓黄的斧头缴婚 二告新郎修缘逃婚 现在又嫌 本老爷多管闲事 你闭嘴 钱施主 他还不快去 我不去 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真不去 嗯 嗯 哎 快去呀 不去 哎 嗯 道姬大师傅 该走的都走了 那咱们是不是也该上路了 呜 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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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